这是我女儿果果 都说女儿谁父亲 你们看看我们哪里长得非常像 孩子呢已经六岁半了 非常的乖巧懂事 果果呀 跟大家打个招呼啊 太棒了 虽然我现在已经成为了 全国旅行户外的头部博主 但作为一名父亲 我觉得自己非常的不合理 陪伴孩子跟家人的时间 是少之又少 因为我为了工作 经常要全国飞 有时候甚至几个月 都见不到孩子一人 每次回来 我甚至都会清晰地 能够感受到孩子 比上一次又长高了 童年只有一次 童心可以很久 你们是不是也觉得 孩子两三岁的时候 才是最可爱的时候 但是那些时光总是很短暂 我女儿最大的心愿 就是我能够 在她放学的时候 出现在幼儿园的门口 接她一起跑去 可是一转眼啊 三年的幼儿园 即将就要结束了 我都没有完成 我的经验 对于别的父母来说 这可能是一件 普通的 不能在普通的事 而我也不是 我一心感到深深的自己 对于孩子来说 我真的不是一个好父亲 我想这也是万千在外 漂泊愤怒的父母的 真实的鲜少 生活哪能十全十美 有时候更多的是 不得已跟成年人一爱 马上我要出发去做农了 这次又没有办法完成孩子的心愿 果果 你会不会怪爸爸 我呢 爸爸加油 嗯 果果真乖 等这次住农结束以后 我一定会完成孩子的心愿 接下来 我也会放慢工作的脚步 回到农村老家去 陪陪我的父母 因为最近啊 我的父母又在吵架 他们眼里 其实我也是个孩子 我打算 不仅要带大家 以后看遍祖国的大火山河 也更想让大家了解 阿波的真实生活 因为我们都是 果果 要不给树莎 一眼奶奶吹一段 你刚学的葫芦丝啊 可以 今天是我吹青花池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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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